那咱们终于要讲到这个行动过滤的一些细节了 咱们先来讲就是说行动过滤是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一个基于用户的行动过滤 另一种叫做一个基于物品的一个行动过滤 咱们一个个来说 先说这样一个基于用户的 其实就是说行动过滤这两种它都是类似的 也都比较简单 基于用户的行动过滤 假设说我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吧 现在我有用户ABC 然后分别对我这样一个ABCD 四个物品进行了一个打分 然后我想给A用户推荐一些东西 怎么办呢 是不是说按照咱们之前的一个思路 先把这个A用户拿过来之后 看一下我谁跟这个A用户比较类似吧 那现在只有两个人 我拿这个A先跟B比了一下 比如说我可以把到时候可以把这样一个矩阵 矩阵的值我都可以拿出来当成一个向量 有了向量之后就是A用户可以组成一个A用户的一个向量 评分向量啊购买向量啊都是可以的 B用户有个B用户的向量 C用户有C用户的向量 有了向量之后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计算它的相似度了 按照咱们之前给定的一些相似度的计量方式 A和B能算相似度 A和C呢也能算相似度 那现在啊是不是说我算完相似度之后 一看哎呀这个C比我A最近 那我就来找一下吧 对于C来说啊 我C买了买C买了这个A物品 那A也买了啊 我先不管了 这个C呢买了物品C啊 A也买了也不管了 C买了物品D 哎哎还没买 是不是说我就可以把这个D物品推荐给A了 这啊就是一个基于用户的一个协同过滤 很简单吧 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就是说 首先呢在用户当中去找这样一个相似度 找相似度之后 哎再然后呢进行一个推荐 看你没买过什么 没买过当中选一个推荐过去 不就OK了吗 这就是我们基于用户的一个形容过滤啊 主要的一个思想 然后呢咱们基于用户的一个形容过滤啊 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首先呢我们要把这样一个矩阵拿出来 这个矩阵呢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这块一个列是表示一个 就是比如说我的一个列 它是表示一个user 咱们的一个行呢是表示一个item 在这里啊是不是说 每个用户都对我的一个物品有一个打分呢 那现在我就得到了咱们的一个用户评分矩阵啊 这比如说用一个r来表示 但是啊这个r矩阵啊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咱们的一个数据都是非常非常稀疏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矩阵来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啊就是说要推断一下 对于我们的一个矩阵当中来说 嗯它不是有很多的一些空格值吗 比如说这个a用户来说啊 第一个用户 理容是要表什么 理容没买过 这个理容也没买过 没买过怎么办呢 我要不要给推荐他呀 要不要给推荐这个物品 就找呗 找跟他最 找跟他最相似的用户 看一下最相似的用户啊 买没买过这个东西 买过了给他推荐 没买过 暂时先不管 这就是我们要做一事 我们要推断出推断出来啊 矩阵当中的这个空格的一个值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基于用户的一个行动过滤啊 要找的一个 嗯 要做的一件事 刚才怎么做 给大家说过了 咱们可以基于这样相似度 然后找用户 然后再进行一个推荐吧 那咱们基于用户的一个行动过滤啊 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假设说我现在来了一个新用户 来了一个新用户之后啊 这个用户还没买过任何 因为啊 对于这个新用户来说 他所有的一个向量都是零吧 这个时候啊 你说我们能找到一个跟他类似的吗 这个时候就很难去找了吧 所以说呢 在咱们这个 嗯 咱们就是基于用户的这样一个行动过滤当中啊 一个很大的问题 新用户我们该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嗯 对于一个物品 哎呀 假设说这个物品其实还蛮好的 只不过说 离他最近的这些邻居啊 他可能就是恰巧都没买过这个东西 但是恰巧这个物品蛮好的 然后也是这些用户需要的 那是不是说 基于邻居的来说 邻居没买过东西啊 永远不会给他推荐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物品不就废了吗 把这样一个好东西啊 给他荒废掉了 这个就是说 在咱们基于用户的行动过滤当中啊 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咱们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咱们有一些基础解决方案啊 这些基础解决方案啊 就是一些大牛啊 他们在一些会议啊 或者说在一些报告上 说了一下啊 对于这个推荐系统来说啊 user-based的咱们的一个行动过滤 它出现问题的时候 该怎么解决呢 普遍来说啊 咱们相似度的计算 最好使用这个皮尔森的一个相似度啊 这是咱们一个通用的一个考量 然后呢 咱们可以考量就是另外一个指标 叫做一个共同打分的一个物品的数目 比如说啊 现在啊 我有两个值 一个是一个小N 一个是一个大N 小N啊 就是说对于两个用户来说 嗯 他们共同打分的是有多少个 比如说大N呢 大N啊 我可以指定一个值 比如说指定这个50了吧 那假设说这个小N啊 比如说 假设说AB两个用户啊 AB两个用户来说 他们共同打分的有30个 那是不是说 这块我要乘上个50分之30 那共同打分的有10个呢 那是不是乘上一个50分之10啊 乘上50分之10的得出来的数较小 50分之30呢 得出来的数较大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 嗯 你是30的 是说A和B更相似 还是10的时候 说A和B更相似啊 肯定是越多越好吧 只有两个用户啊 他们共同打分的东西越多越好 才说哎 他们关注的点是类似的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基于这样一种考量啊 加上这样一个量 对打分啊 进行这样一个规计化处理 可能呢 0到5的一个曲直范围啊 偏差有些大 咱们可以啊 给它规计化成0到1的一个区间上 规计到0到1啊 我们可以更好的看出来 嗯 这个用户之间 他喜欢东西的一个 就比如说 嗯 规计化完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更清晰的 对比一下 两个用户之间啊 他们的一个相似度 这个呢 主要是方便于 咱们进行一个计算的 防止啊 咱们计算的一个偏差较大 因为可能就是说 嗯 一个从1到100分的一个评分系统来说 这个规计化完之后是0到1的吧 那这个跟咱们传统机器做法是一样的 那个使得啊 咱们特征之间偏差没有那么大 让他们都是比较小的一个数 这样呢 计算出来结果啊 可能更可靠一些 嗯 设置一个相似的一个预值啊 预值是比较常见的 咱们刚才说了 可以用预值啊 做这样一个半径 然后在这样一个半径上呢 我们可以找出来啊 哪些预值范围内 是我可洗 可以选择的一个这样的方案 然后咱们还得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嗯 基于用户的学习过滤啊 没流行起来 为什么呢 咱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是给大家讲这样一个算法 但是实际的用的过程当中啊 基于用户的这种行动过滤 用的非常非常少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咱们的数据是非常稀疏的 我们可以想啊 就是说 对于这个京东来说啊 京东来说 比如说啊 不许说京东了 咱们说一个小点电商吧 随便举个例子吧 这个电商来说 它就有一万个客户 然后呢 它有一百万个商品 就通常来说啊 商品的个数是要大于用户的数量吧 这个 这个还不太好去说 反正现在可能有些电商 就是这些东西啊 已经相反了 咱们现在说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假设说 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稀疏的 对于一个用户来说 他能买的物品是有限的吧 因为他呢 就是即便的物品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但是他能买的只有几个吧 可能只买了十个 只买了十个 是不是说 但是呢 虽然说你买了十个 我这个表还是很大一张表吧 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咱们的一个物品都统计来吧 表是很大的 一个长度是一百万的一个表 但是呢 我买的东西很少 哎呀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理由 只有一小部分是一啊 咱们这里也就是说啊 非常稀疏的一个问题 这么稀疏的一个问题 怎么办呢 不太好解决吧 是吧 所以说啊 咱们有这样一个稀疏的问题 你往往这么稀疏的表当中 无论是计算还是天充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还有咱们要计算一个相似度 假设说啊 至于这个京东来说 有一千万个用户 一千万个用户啊 我在进行一个计算的时候 怎么计算 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了 嗯 这个鞋同过滤的方法 是基于一种统计的方法去计算的吧 基于统计啊 咱们想 那要统计多少东西啊 两两个去计算相似度 两个两个算 这两个算 那两个算 那两个算 后两个算 两个两个去算 这量怎么样 这个量非常大吧 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啊 这个计算起来不太好去算吧 所以说 咱们这个计算量简直太大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人是善变的吧 这点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就是说 一个人喜欢什么 可能就是 今天我喜欢 明天我就不喜欢了 推荐东西 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些误差啊 比如说 今天 这么说 今天我打王者 打王者荣耀 我去给他推荐 王者荣耀这款产品 明天我就借了 我能不能 能把这个事借了吧 那所以说 人是善变的 就是说 咱们在进行统计的时候 后台是怎么做的 后台这个大表地给维护好吧 基于实时的这个东西能做吗 现在基于实时的量太大了吧 很难去做 基于后台 我们要维护这样一个表 那维护这样一个表啊 这么庞大一个表 我要给它维护好了 是不是说不太容易啊 那你这个人在这善变的 你今天变完 明天变 明天变完 后天变 我时不常的更新一下这个表 难度大不大 是不是计算量很大呀 所以说 咱们这个基于用户的一个先动过滤啊 哎呀 现在不太流行 主要因应啊 就是一个计算量 还有就是说人是容易变的 还有就要这样一个稀疏的问题